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讯网收视回报 港股今日表现反复 在250天牛熊分界线附近好淡增持 恒指今早接近平开 在耐银股及腾讯的拖累之下 早段一度跌98点 见过22,437点的全日最低位 气候再度回升 午后表现反复偏远 林近美市掉头向上 而全日收报22,587点 升51点 成交价不够600亿 只有554亿多 和大家讲下几只蓝筹股的表现 东亚是中午放榜 全年多赚9% 纯利创新高 而且业绩比市场预期好 今日股价做好了 一度升超过半成 全日收报31.3毫半 升接近3% 是今日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而汇控和赌业股也支持大市 汇控升不足1% 而银鱼和金沙都升超过1% 我们看看焦点板块的收市表现 人民银行双隔8个月后 再度重启正回购操作收税 内银股普遍向下 建行、工行、中行和交行都跌不足1% 科网软件股今天表现做好的 腾讯今早早表现相当波动 早段一度再创新高 高见过585.5 之后一度再度跌 而全日收报584.5 升不足1% 而其他软件股方面 金碟国际升超过8% 晴天软件升超过半成 而金山软件升近2% 看看焦点股份的收市表现 中芯国际公布上季的顺利 按年急跌6.5 股价今早早开市后 急错8% 之后表现向下 而最低见过6.4仙 而全日收报6.7仙 跌幅超过1.6 美高梅正明天就会公布业绩 大家可以留意 多谢收看讯网收市汇报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